第182集 今次回程回北京 他们几个人就没有搭火车 而是李逆开着大宾S6 载着他们几个人回去 A人母在车里就问李逆 说实话李逆 你从小就只是跟你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名 魏先生你怎么知道 家屎的李逆对A人母已经开始使用专称 在其心里面对A人母的解题已经完全解除了 A人母就悠哉犹哉地说 你妈妈应该不喜欢见到你 剪掉那些妃子似的刺猬头 于是你就剪掉那些头发 换个衣服才再回家 说明你和你妈妈感情很好 你好尊重他老人家 一般和家里面爷爷妈妈感情好的 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可能都不一样 我说得对不对 李逆生说得对不对 我不是和爸爸妈妈关系不好 是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车就走了 是爷爷妈妈把我带带的 但是爷爷都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走了 现在就只剩下妈妈了 我当然要孝敬他老人家了 唉 这样说来 我们两个的身世都有一点相似 我们有什么似 少尼不要乱问 坐附架座位的传开就提醒他 不要紧 传开 你告诉他也无妨的 干什么 人母的父母都过了身 这个时候恶明忽然之间就想起 传开之前有告诉他 这一点也都是 艺人母从来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偵探的原因 虽然这段经历 恶明都很好奇 但是他又不敢问 因为艺人母从来都没有和他提及过 那足以证明这件事在艺人母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 你也一听到艺人母有这么沉重的事 反而对他的好感又增加几分 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 大家都是没有父母的人 李亦亦都不想再讲这个话题下去 他就换了个话题就讲 那艺先生打算怎么处置这条权杖 艺人母又摸着自己的霸字胡桑就说 答应了人家的事一定要完成的 我会将这支权杖物归原主 还回给博物馆 唉 说实际上我有点很难接受 没有想到白马道这么沉得住气 但案到结束他鬼影都没见到过 啊 对了 毕竟权杖已经找回了 我要先说声给国管长知道才行 艺人母突然好像想起什么就说了 传开啊 你有没有国管长的电话号码 传开就从自己的手机里找到国灵的电话号码 说了给艺人母听 艺人母立刻就拨通国灵的电话了 喂 是不是国管长啊 国灵在手机的另外一头就问 是我啊 请问 哪位啊 国管长 什么你连我把声都不认得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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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哪位啊 艺人母这个时候差点就笑出来 但他又死忍着笑 哦 我是老金啊 你不记得了吗 国灵馆长 就像忽然之间仿然大悟那样说 哦 老金啊 我还以为是谁啊 这魂艺人母真的忍不住了 就大声笑起身 哈哈哈哈 郭管长 我其实不是老金啊 我只是想告诉你 这支拳杖我已经找回了 要怎么给你啊 而国灵馆长也跟着笑起身 哈哈 哦 我原来是魏先生啊 你真是不滑啊 只是喜欢玩我的 哈哈哈哈 郭管长真是厉害啊 你一听到拳杖 就立刻想到我艺人母了 因为我相信魏先生 你一定可以拿回拳杖 所以艺人母你拿回拳杖之后 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郭管长真是过奖 我正准备 拿回拳杖过去给你了 魏先生你太客气了 不单只帮我找回拳杖 还要送到我家 唉 真是太感谢你了 郭管长你误会了 我没想着送到你家 我们不如在外面找个地方坐下 我帮你找回拳杖 你怎么说都应该请我吃饭吧 大人还拥换 对不对 对不对 艺先生 你说得太对了 艺先生 你要吃什么呢 艺先生 我还没想好呢 稟加我们见到面 再慢慢说了 那我们在哪里见面好啊 那我面在哪里见面好啊 那就在你家里楼下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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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楼下见 艾仁母吸了线之后 恶明就很奇怪地问 怎么样 角馆长是不是要请我们吃饭 艾仁母摸着自己的八字胡椒 好阴湿地笑了一下 诶 角馆长只是说请我吃饭 没有说要请我们 那么孤寒的 没所谓 恶哥 角馆长不请你吃饭 我请你 李逆很慷慨地说完之后 恶明觉得有人记得自己就很开心了 他搭着李逆的话就说了 好 好 好 那艾先生你就自己去跟角馆长过二人世界 我和李哥全先生去吃 咦 你就去咯 艾仁母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在另外一边 角馆馆长早就离开首都博物馆 今晚要和艾仁母一起吃晚餐 庆祝这个克卡拳杖的回归 他肯定要将自己打扮一番 才显得够隆重 角馆就找到整个衣柜 先找出一件合他身的西装 他穿好西装打完条胎 好满意地望着镜中的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 他手机又响了 是艾仁母打过来的 喂 艾先生 你到了没有 是啊 国馆长 我已经在你楼下了 你快点下来吧 哦 艾先生 你等一会儿 我立刻下来 那你最紧要快 我个人比较心急 角馆馆长收了船之后 望着镜中的自己 就在下头笑了一下 在出门口之前 他又瞎了两眼自己的房子 才关系到带我去门 走下去 国陵离远就望见艾仁母 动着一只拐掌 站在小区的门口 当国陵越靠近艾仁母的时候 就越发现艾仁母手里面那只拐掌 很面善 当国陵彻底看清楚的时候 才发现那只 哪是平时艾仁母动着那只拐掌啊 明明就是坦途卡蒙的克卡权杖啊 国陵立刻就很急地说 艾先生啊 你将介意十个亿的权杖来做拐掌 恐怕不是很好吧 哈哈哈哈 不要介意一个管长 我只不过是想试下 价值十亿的拐掌 就不就手感而已 不过手感都不错 一想到马上就要物归原主了 真的有点不舍得 那艾先生啊 你忍住一下吧 不要弄烂它啊 艾仁母就拼了两下拳杖就说了 放心 我不会弄烂的 见到艾仁母手里面拼着那只拐掌 国陵就深呼吸了两口气才说 那艾先生啊 我们去吃点什么呢 但艾仁母就整面惊讶地说 不是啊马国管长 你穿得这么隆重 我以为你已经安排好了 哎呀艾先生你真是会说笑的 不是说好的吗 艾先生你说想吃什么就什么的嘛 哈哈哈哈 郭管长 我一个外地来的 不是太了解北京有什么美食啊 那啊 实不相瞒啊 其实我很少出去吃饭的 一般的啊 我都在家里自己搞定的 那算了 我们先不吃饭了 还是先将拳杖物归原主先啦 国陵就走前两步 走到艾仁母的面前就说 既然是这样 那艾先生啊 你不如将拳杖给我先啦好吗 但艾仁母又后退两步啊 好犹豫儿的样子就说 郭管长 你刚才说什么话 叫我将拳杖交给你 当场国陵馆长 都整个人拗着在这儿 好不明白地问他 啊 那难道艾先生 你不是应该给我吗 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啊 国陵的面色就很为难 他就说 艾先生啊 哎呀你别说笑啦 你刚才说的 你说将拳杖 给回应该要给的人的嘛 是啊 我刚刚是这样说的 那现在 艾先生你反口啊 我艾仁母说日不宜 怎会反悔呢 郭管长当是什么人啊 那既然是这样 那艾先生啊 那为什么 你不想将拳杖给回我呢 我刚才 不是说了吗 我要将拳杖 物归原主啊 老实说 国陵现在的心里面 已经扯了火 只不过他自己 就起势地压着道火 不让他化作出来 还鼓着一口气就说了 那难道 我不是应该要拿回 拳杖那个人吗 艾仁母又滋滋油油地 摸着自己的霸字胡桑说 好明显 你不是支权杖的主人 我不可以将它交给你 那我真是想问下了 这支权杖是属于埃及的 而且啊 它是被埃及委托展览在首都博物馆的 那这些我说得对不对呢 你说得没错 那就是了 既然权杖展览在博物馆 那有首都博物馆 是不是应该对权杖有责任呢 这样是对不对呢 艾生 是啊 都没错 那作为首都博物馆的馆长 也就是首都博物馆的负责人 在首都博物馆要对权杖负责任的时候 管长是不是最应该对权杖负责的人呢 好明显就是了 既然权杖都已经找回来了 那这个权杖是不是就应该 交给我这个首都博物馆的管长呢 讲到这里 国灵管长的语气已经有点激动了 但艾人某又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 他拿出一支烟点着它 锁了几口才慢慢讲 你前面讲的都没错 不过最后那一点就不是那么对了 那哪里有错啊 权杖应该归还给首都博物馆的馆长 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是馆长才行 我讲得对不对 白马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收听奇珍疑岸 我是晶晶灵灵少爷明 在剧里面饰演神探艺人舞 艺人舞这个角色呢 好鬼突出的 他机智聪明 他机智聪明 高傲过人 木空一切 大点不羁 还好鬼色 但同时 他又合骨悠情 重情重意 如果你每一集都有听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跟着我们 一起已经破了不少的奇案了 故事接下来又会怎样发展呢 有什么大案等着 艺人舞和恶明去破解呢 恶明究竟有没有找到他的亲生妈妈呢 艺人舞和林星神 又会不会发展出那种超友谊的关系呀 好了 这一集已经播讲完了 精彩的故事陆续有来 一定要确实我们 不要走开呀 再会 第183集 白马岛 白马岛在哪儿啊 听见白马岛 国灵就很腾鸡地 左勺勺右勺勺 接着继续讲 艺先生 你不要吓我呀 艺人舞这个时候 只带他笑起身 笑得样子就很得戳 哈哈哈哈 不要再办事了 白马岛 我一早就看穿你了 艺先生 艺先生 你难道 你在说我吗 没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是白马岛呢 我是走到博物馆的馆长 葛灵啊 你不信 你去问博物馆的人 他们有谁是不认识我的 艺先生 白马岛啊白马岛 到现在你还在这儿扮东西 你怎么可能逃得过我艺人舞的伤眼呢 艺先生 饭可以乱吃 说话就不可以乱说的 你说我是白马岛 那你拿你的证据出来啦 哼 证据 大把啦 当我去你家的时候 我发现 郭馆长是个左腰来的 这一样 你开始都掩饰得很好 但最终 都是露出了马脚啊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 怎样叫穿布 就是你那幅书法作品 这幅书法有什么问题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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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在墙上面那幅书法作品 根本就不是郭馆长所写 从墨迹和筆法上面来看 绝对不是一个左腰的人书写 之所以说那幅作品 是郭馆长所写 只是我试探你的 所以 我才叫我的助手 请你再写一幅 怎知 你果然中计了 真是去模仿那幅书法的筆法 还用左手来写了一次 白马道啊白马道 真是围难了你了 又要临墙学书法 又要扮左优 你都挺厉害的啊 哎 话实话 那幅大度不止的书法作品 你表好了没有啊 我觉得 还是你自己留番 比较适合 听完艺人母这番话 郭铃的嘴角的笑容就很诡异 那种笑容 不再好像一个磁场的馆长那样 反而就很神秘 神秘当中又很诡异 整个样子看起来 好得人害怕 而慢慢她的背部也不再摁腰了 竟然可以 只不一样站起身 她就笑着说了 哼 藝人母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你是我出道以来 第一个识破我的人啊 那就对了 终于不用再扮事了 做演员多累呢 不过话实话 你又扮得多似的啊 从行为举止 再到郭馆长的面容 我都差点被你骗了 说回来 真正的郭馆长 被你收埋在哪里 哼 放心 我白马道虽然是个犯 但是我只是偷东西 我不会害人性命的 我只是把他绑了 收埋了 等我拿到权杖 我就放了他 藝人母就很仔细地 上上下下 夹着这个白马道 大口吸了两口烟之后 就说 你这招易用术 又真是挺出神一化的 完全看不出你这张面 是假造的 那当然啦 这一样 是个安身立命的绝技来的 跟着艾人母丢 那支烟就说 之前你夜 扎加伊偷了一支权杖 就是想逼你出来 他的臭小子也没想到 白马道你真是出现 老实说 他所做的一切 但是 敌而且确 是令到我觉得惊讶的 本来呢 我对权杖也是有点兴趣的 就在我 都还在想着 如何偷支权杖的时候 居然发现 有人冒充我 和博物馆寄信 这样就令到我 唯有改变自己原来的计划 重新制定了 现在这个计划 你今次的计划 都够了古画啊 知道我一定会找一支权杖回来 你假扮成个管长 最后真的拿到一支权杖的话 就可以坐享其成 笑到最后啊 唉 到最后又不是衰了 你看看了 权杖就在前面 你都没给我 现在 如果你想拿走一支权杖 看怕 只有拿一支枪出来 对住我的头 才行啦 白马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顶着郭寧那一块 整面皱纹的脑面 就变得更加潮潮猛猛了 他叹着气就说 唉 我本来是一个小偷 我好少做偷东西之外的东西 但是这支权杖 实在是太诱惑了 看来我今天 都会破例一次啦 难道 你想在我手里面 抢走一支权杖 哼 现在 你只是一个半残废 根本上 你就没有能力保护这支权杖 你一支公来见我 已经注定了 那支权杖是我的啦 这一点 就是你的骄傲自大 造成你的判断失误啦 欧人母看了周围 有点尴尬地说 哼哼 日光日白 你去抢一个 低佬手上的东西 恐怕不是那么好吧 而白马道走前两步 好阴湿地说 没有相关啦 我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是明抢你 都是葛灵抢你的 等大家反映过来 在白马道的时候 我已经出了支权杖 在迈阿米的海滩里 晒着太阳啦 你 你 你真的想着这样做 欧人母动着拳杖 就后退两步 那个样子就扮得很害怕 欧人母越害怕 那个白马道就越得戚 这个就是所谓的 此消彼杖 现在这个时候 白马道就步步逼近 虽然拳杖现在在 在艺人母的手里面 只不过在她自己的眼底里面 拳杖组就已经是她的 囊中之物 忽然间 艺人母刚才那个 驚轻的表情就没有了 而嘴角就上羊 轻轻地笑出声 那为什么艺人母在这个时候 都笑得出声呢 在下一秒 那个白马道就没有时间 想那么多了 因为一条飞无腿 就兜头兜面地 闯一声 就对着她的面 就飞过来 她快速地缩住身 闪了一下 好险 就差一厘米那么大 白马道的面 就被艺人母踢中了 她的反应都算得上 多灵敏 白马道快速地退开几步 才留意到 那条飞无腿 就是艺人母那条 背脚的 接着艺人母就移了两下 那只脚 很失望地说 哎呀 踢空了 还想着可以出奇制性 没想到你也反应多快 现在 驚青的人 就已经变成白马道了 他整个面都很惊讶地问 你 你的脚 究竟好回 艺人母立刻又踩空 踢了两脚 就烧着说 每个人 都是人生中的演员 难道只是你才可以办事吗 白马道现在才真正明白 原来是中了艺人母的计 说不定她的脚早就已经好了 只不过一直都在假扮给她看 艺人母将那只拳杖的勾 就勾在自己的手腕上 就问她 怎样 你觉得 可以在我手上 抢走拳杖吗 白马道 一声就说 怪不得 你敢一个人来见我 原来 只是想我疏于防范 方便捉我 正所谓兵不厌诈 你真的以为我判断失误吗 我艺人母虽然自大 但绝对不会失误 好吧 浪费那么多口水 拳杖我是拿不走的 她是你的了 不是吧 这么快就不玩 是啊 我不够你打嘛 对于这个问题 白马道是很淡定 而且很爽手的就承认了 而艺人母还试探性地问她 你不打过怎么知道 但白马道又拎了头地说 嗯 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现在我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要想想 如何在你手里走路 看来 你都多懂得辨别形势 这么说 你是不是应该乖乖地 束手就擒呢 就在她说 最后那只字的时候 艺人母已经整支箭地冲了过去 白马道立刻就向后避 把口还在说 我刚才就说 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白马道边港就边向地下 扔了两件 好像乒乓波那样圆滑滑的东西 即时在艺人母的眼前 就被阵阵的烟雾笼罩住 艺人母就没办法 只可以停下脚步 白色的烟已经围住她杀得住 而白马道的声 就从烟雾的四面白方传过来 艺人母 你的确很厉害 我也是第一次失手 不过下次再交手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 慢慢 那把声就越来越小 而那些烟雾也都漸漸散开了 那个白马道连同那些烟雾 一起就消失不见了 艺人母对着凶哩哩的空地 就大声哭了 下次 我再也不会让你逃脱的 最终 白马道逃脱了 但拳杖就被艺人母找回来 虽然浪费了少少时间 但最后又救出了真正的国力 这样的结果 已经足够令余先生很满意 虽然艺人母对白马道可以逃脱这件事 觉得很遗憾 但也不止于失望 因为她本来的目的 就不在拉白马道身上 她真真正正关心的是 和余先生的交易 现在 在首都博物馆的办公室里 艺人母和余先生两个人单独坐在这儿见面 余先生就很客气地说 艺人母 我首先要多谢你 找回图坦卡门的权杖 帮国家挽回页面 艺人母吸着烟很不耐烦地说 行了 余先生 客气的说话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来说回你之前答应我的事 哈哈 没问题 只要我力所能及的事 我一定会帮你的 这个时候艺人母的表情就很严肃 余先生 你们部门神通港大 如果真的要帮我的话 这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况且 我只是想打听一个人的下落 听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我猜 你一直在追查封神会 你是想问封神会里面 某一个人是不是 不是 封神会和我要追问的这个人被牺牲 简直就是蚊笔和牛笔 他绝对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那你到底是想问谁 这个余先生简直揽爆头都想不到 究竟是哪一个比这个封神会更加得人害怕呢 艺人母吞了两口水 声阵阵阵地说 我要问的这个人就是 嗨 各位听友 欢迎你收听奇珍二案 我是十九 在剧里面是飾演很喜欢问十万个违神魔的恶名 那作为里面一个高负税 傻白天担当 现实里面我都很羡慕他 不知道他会一直这样纯真下去 还是最后会终极黑化呢 嗯 我有点期待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呢 好了 这一集已经播讲完毕了 下一集听讲更加精彩 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支持下去 多谢 第184集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下落 余先生听了艺人母说那个人的名字之后 那个样子就很不好意思地说了 连你们这个部门都查不出他的下落吗 余先生这样说艺人母听了之后 整个人就很激动 当然 整个人的情绪当中更多的是失望 余先生认识了下头就说 恐怕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艺人母的头很失落地说 如果连你们都查不到 那其他部门更加不用说了 或者他已经死了呢 毕竟已经这么多年了 不会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还在这里 他只是躲起了 总之 最后一次有他的消息 是在敘利亚 之后他也没有再露面了 敘利亚? 都挺适合他的风格的 所以对不起艺人母 我辜负了你的信任 虽然这件事我没有帮到你 那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不用了 对于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得到 我一定会找到他出来的 那你以后来就有什么打算? 艺人母有点着另外一只鹰 慢慢就说 接下来 我一定会继续找他的 直到找到他为止 我希望余先生都可以帮我留意一下 我一定要找到他 放心了 就算你不提醒我 好像他这样的人 我们一直在找着他 如果我们一旦有他的消息 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那就多谢余先生了 我先告辞了 啊?不坐多一会儿吗? 余先生这个时候 就想和留艺人母聊多一会儿 在他眼里 他非常想识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但艺人母就很满转地拒绝他了 不用客气了余先生 我的助手还在博物馆外面等着我 我们还要赶回成都来 好,那我送你了 看来这个余先生各方面都想拉拢一下艺人母 让他们的关系可以更近一些 请留步吧,余先生 我是不会为你们部门卖命的 请你不要再强求了 艺人母这句话就搞到余先生真是震惊无比 他真是想不到他自己的意图都没说出来 就被艺人母当年拆穿了 不过,在他心底里面 他也是很开心的 他果然就没有看错这个艺人母 艺人母绝对是他需要的人才 余先生还不想放弃,继续说 无所谓,艺人母 我一定会要你过来帮我 那我们到时候再说吧,告辞吧 艺人母转过身就离开了办公室 而他前脚踏出去,一个年轻人 后脚就进了办公室 这个年轻人是余先生的属下 余先生对着他就说 以后你要多点注意一下这个艺人母 多点向我报告这个人的情况 那个年轻人呆着头就说 好的,余署长 在另外一边 首都博物馆的外面 全开的奔驰车就已经等了很久 车里面的恶名就已经等到不耐烦了 他很急地说 都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他们到底在谈什么呢? 哈哈哈哈,小鹅啊 给点耐性吧 他们肯定有些重要的事情在谈中 是啊,我哥,你稍我无措啊 才刚刚认识 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谈 他难道不知道快要坐登机的时间吗? 昨天又是这样 他明明一早就知道白马道是哪个 但是就瞒着我们独自在竹拿 结果就被白马道逃脱了 他最近的表现真的越来越不行 小鹅,你要相信人母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道理 我和他认识了这么多年,我很了解他的 恶名就起誓地看着手标 秒针动一下,他的心情就焦虑几前重 来啦,来啦 吃完那支烟,丢掉了烟头之后 才打开后座的车门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的?飞机快飞啦 恶名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就很不耐烦地吹他 快点上车 而艾人母就摊开对手 整面就轻轻松松地说 那什么呢? 飞机飞了,我们就改签下一班 说完之后,他才慢慢地坐下 李哥,麻烦快一点 李逆啊,不用急,慢慢开 不知道为什么艾人母这个时候 是要跟阿岳明唱对台 李逆见到这样的场景就笑了一声 立刻就踏着一部车 你今天是故意激我的? 阿岳明就质问艾人母 艾人母堵着嘴子就说 我是在磨练你的耐性 本来我的耐性都挺好 但是现在被你逼到变成神经病了 啊?神经病都挺好啊 很多天才都是神经病的 哼,你到底跟那个余先生在谈些什么? 不告诉你 这样,你是什么时候飞行白马道的? 是秘密 好,我决定了 你决定什么? 我决定我今天了,整天都不会跟你说一句话 嘲,岳明你不止婆妈 还整个小孩 最后,他们两个人都顺顺利利地 在飞机起飞之前就登上飞机了 一路上,岳明果然就没有跟艾人母说过一句话 就连换登机牌,岳明就直接把登机牌扔给艾人母 就是不跟他说话 总算都回来成都了,艾人母就顶不上北京 那些那么陪艾的空气 走出来双楼机场 艾人母就迫不及待地跟岳明说 岳明啊,我好饿啊 我们快点回家煮饭了 但岳明根本 唷都不唷啊艾人母 头都不拎,就走去停车场了 他们当初来的时候,岳明是拿着那一架马鲨来到商楼机场的 他们把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场 计起来,马鲨就已经停了好几天 这个灰尘都积到成赤口 艾人母看着岳明,就很无奈地跟着他上车 在回家的路上,艾人母一直在挑逗岳明说话 他就说了 岳明啊,最近成都这边又真的挺太平啊 林星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 证明都没什么棘手的案子 岳明就是挂着专心开车,眼尾都没收下他 见到岳明这样的款,艾人母就放弃了 塌塌塌塌地看着窗外的风景 大概一架车走十几分钟左右 岳明指着路边就大声哑 快点停车,你看看,是白虎啊 岳明立刻就骂骂骂踩刹车仔,大声就问了 在哪里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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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吗? 没了 之后他又很生气地踏着车,继续开 喂,岳明啊,不是这么小气啦 你既然都开了声了,跟我聊多两句吧 艾人母说完这句话,岳明又回到之前的一个不骚艾人母的状态 艾人母刚才这样做的目的,又不是一定要跟岳明说话的 只不过他只是想岳明破戒而已 就像一个小孩偷了一粒糖,藏起来之后的那种开心的感觉 他回到家的路上,艾人母得整面烧奇奇的 但岳明就像个包工一样 是吗?那你就自己去煮饭咯 既然岳明刚才早就已经破戒 那就更加不介意和艾人母说几句 晦气说话呢 别这样啦,说到煮饭,还是你叻点 这个时候艾人母说话,就像求岳明那样 好啊,我去煮饭 咦?慢慢都想不到,岳明居然一口地答应了 这一层都令到艾人母多意外下 之后岳明就走进了厨房 那就不理他了,只要岳明去煮饭,那就OK了 艾人母又开始滋滋油油地看电视了 等岳明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他只拿了一个人的饭菜 看来他真是理真的 说不煮艾人母的饭,就真的不煮他的饭 艾人母见到这样,整个人就急了 喂喂喂,那你只是煮了一个人的饭 岳明一路吃着香噴噴的饭菜 一边就很酷地说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想吃饭自己去煮 岳明说完之后 艾人母站起身 整个人转火地大声哑 有没有搞错啊? 你这么做得出? 就在艾人母糾结着 自己的肚子应该怎样去填饱的时候 他的手机就响了 是临声神打过来的 艾人母接通电话 有气无力地说 喂,什么事啊? 喂,听全开说 你回来了 哈,我在北京的时候 你又不关心一下 一回来你就打电话给我 看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是呀 我的确有些事 要跟你商量一下 废话少说 快点找一间餐厅 请我吃饭 我们出来慢慢谈 你还没吃饭? 你这么说不是废话吗? 我吃完饭 还用你请啊? 哦,那好吧 我马上过来接你 快点啊 电话收了线之后 艾人母又好得气地对着岳明就说了 怎样啊? 你以为我不懂煮饭会饿死啊? 你看看 马上有人请我吃大餐 岳明拼了两盒筷子就说 快点走快点走 很快 林星神带着艾人母 来到一间冷窝串串串串 艾人母到了餐馆之后 摆下头就挂着吃 整个人就好像刚刚放牢似的 但林星神筷子都没动过 只皱着眉头似乎有心事啊 艾人母吃了一半的时候 昔岳的头问了一句 哎,你刚刚不是说 有重要的事要说的吗? 为什么不出声啊? 林星神现在的样子就很犹豫了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的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快点说啊 你被人炒了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公安厅请了一个新的刑警顾问 这集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收听其真二案 我是后期能玩梦 我经常一边做事一边在想 啊,这一集的艾人母呢? 又带着恶命去发生什么稀奇古贵的事呢? 如果你都跟我一样好奇的话 那下一集 我等着你一起听啊 第185集 第185集 我已经看到了 尿厅长的上识了 原来我不在这段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案件啊? 尿死人头的任务 不要挂着那些案子啦 你还不明白啊? 你和我已经被人打入冷宫了 啊,林星神整个人就很急 很明显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是相当之大 但艾人母就很滋滋油油的说 我又不在乎这些 况且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追查呢 你不在乎我再乎啊 你看我这么多年来 用这么多时间打下来的江山 现在很快就要拱手让人了 你说我可以不在乎吗? 艾人母也想不到林星神 是这么在乎这件事 但说到底 他又不想林星神难过 怎么说都好 林星神是他这一世最想保护的人 他们安慰他说了 你先不要没了心机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那天不会跌下来的 最多我们就把以前的江山抢回来咯 就好像我们最初所做的那样啊 真的? 林星神听到艾人母这么说 心稍微平静了叮叮 他相信艾人母有这样的能力 就好像他一直都信任艾人母那样 而艾人母从来都没有令他失望过 艾人母摸着自己的霸字胡骚就说了 不过你要先告诉我 那个偵探是谁啊? 他的名字叫书潑 你知不知道? 没听说过 这个就是那个偵探的名字啊? 是啊 那个偵探的名字就是书潑 艾人母在自己的脑上过滤了一下就说 书潑? 这个名字?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照计 在中国 那一个 起了朵的偵探 有谁我不认 这个人 到底是谁呢? 唉 我就是不认识这个人 我还以为你认识他 试不理他是谁先啊 他的推理能力是怎样啊? 非常精彩 林星辰是很少赞一个人 就算艾人母也好 他也很少赞他 但这个书潑他就赞得这么绝 那捉见这个书潑 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了 但说实话 艾人母硬是不太相信 会有这么把炮的人 他会不会 于是他们说了 那你举个例来听一下 让我看看 他的推理是多么精彩 嗯 那我说一下 他刚刚出现在公众视线的时候 请说 我洗耳恭听 那天是你刚刚走的第一人 重案组第一支分队的赵队长 就和他两个下属一起追查一宗 毒品的交易案 他们收到善人的料 唯有两个人会在一间港式的茶餐厅交易 于是他们穿着便装 就扮老人去吃饭 就来到那间茶餐厅了 那间茶餐厅的生意很火爆 很难看得出哪些是客人 哪些是毒品交易的接头人 那赵队长和他两个人 就在想着 这宗案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在他们的饭桌面前 就走进来了一个陌生人 林星神很详细地描述当时的场景 欺人母吸了一口烟 就说 不用寻了 这个陌生人 应该就是书伯了 是啊 就是他了 这个书伯就是这样 无力的出现在赵队长的饭桌面前 那当时赵队长在查案 他当然有点警惕 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于是就问他 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啊 但你知不知道 那个书伯是殖宾主题 他就说 我认识你 你是公安厅草案组 第一支分队的赵队长 我也知道你来茶餐厅 是为了偵查一宗毒品交易案 当时赵队长的心 立刻打了个突 他那次的行动是保密的 他真是想不到 竟然有人当面拆穿他 那赵队长就更加防备他 他就问他回头 你是谁啊 你想怎样 那个书伯一点都不紧张 还滋滋油油地说 赵队长无非都是想破案 我可以帮到你 你都知道赵队长 是我厅厅里面的老油条 他当然没可能 那么快就相信一个陌生人 他就试探地问他 你怎样帮我 那个书伯就说 赵队长无非都是想找出 毒品交易的接头人是谁 那等我来告诉你 交易的人根本 都不是茶餐厅的顾客 他们是这间茶餐厅的厨师 而另一方 就是给餐厅送菜的人 他们把毒品收在菜里面 天天在餐厅进行疏菜交易 这个就是他们的毒品交易 那赵队长无非半信半疑地 叫他们的孩子 按那个书伯的说法去调查 真想不到 和书伯所说的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赵队长那个炊炎附世的小人 今次还不把书伯当成神 去拜 真是被你说中了 唉 赵队长将他介绍给料厅长之后 短短几天 连续破获了 军火案 仇杀案 穿丝上吊案 等等 加上之前那宗 毒品交易案 总共10宗 现在不单赵队长了 可以说整个公安厅 就连媒体都大舍在吹捧他 说什么 成当这个城市 不再需要艺人舞了 很明显 最后那句话 是林星成为了激艺人舞而说的 艺人舞的心里 当然是深水清 所以他们笑着 那些媒体都是牆头草来的 哪里有话题 他们就走去哪里了 他们说的话 顺着一成才好 不管怎样都好 你是否有计划的 不管怎样都好 我想见见那个偵探书盘 怎样 你想去挑战他 开玩笑吗 我艺人舞使去挑战他 我只是想看看 他是否真的虚有其表 畢竟 我不认识的偵探 真的不是那么多 另外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古怪 有什么QK 现在还未知 但怎么说 我总是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妥 唉 我就反而觉得 你最近的脑 是不是生瘦了 以前你觉得有点不妥的话 即是整篇大量就说出来了 硬之里迷你了 等我先去见一下 那个叫什么 书波的偵探 什么书波 不是书波 是书潑 哼 看来脑子真的生瘦了 A人舞一点都不在意 林星辰嘲笑他 他就问了 那问题来了 我要去哪里找这个书波呢 找他 还以个吃生菜 这几天他出了名之后 立刻就在公安厅旁 办了一间偵探事务所 明天准备展彩开业了 听说明天还有很多媒体 还有公安厅的人都会参加 那你作为上一届的认真顾问 去参加一下都理所当然的 OK 那我明天就去参加的科业大典咯 吃完饭之后 A人舞就自己回家 回到家之后 恶名调气果然还未成 他就说了 怎样呀 在外面饮饱食醉了 A人舞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黑着脸就坐在梳化里 一声都不出 恶名记得这个表情的 这个是他思考的表情 亦都说明艾人舞这次出去 肯定发生了些事 既然有事发生 那恶名也不是那些小气的小孩 他急于放下之前两个人的成见 就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呀 我自己好像受到了一些挑战 到底是什么事呀 艾人舞将林星神告诉他 一五一十又复述一次被恶名听 什么呀 新的刑征顾问 恶名听了之后 整个人都震惊了 我们只不过去北京几天 回来的地盘就被人抢了 咦 我们又不是黑社会 什么地盘不地盘 不行 一种事不能忍 让我看看一个书潑是哪一路的大神 恶名打开自己的不基本电脑 试图找一些关于书潑的新闻 而当他打开腾讯大城网的时候 他发现 竟然满屏都是书潑的新闻 尤其是头条那篇 《城市新的英雄》 恶名点开这篇 里面的内容就写着 春天来临之際 成都这座饱经风箱的城市 也吹起了一阵春风 而这阵春风的名字 是叫做书潑 它的突然之间出现 令成都的脆反 武处遁形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藏在某一处 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 也不需要担心 哪一个忽然之间有一天 拿出一支枪在你身体中 砰砰 打出两个洞 书潑必将成为 我们城市新的英雄 它也必将成为 世界最好的政坛 让我们一起 对它鼎礼敗幕 岸鸣越看越漏 很明显的炸弹 和随处开枪的问题 是针对艺人母的 因为艺人母和白虎争斗的时候 也的确造成了 成都不少的损失 但在大众人们的心目中 就将这一笔像 全都寄在艺人母身上 岳鸣还留意到 这篇新闻的乐款人 是五元 就是五艺的堂妹 也是之前把艺人母捧出来的人 想不到现在出现新人 就立刻跳槽去捧第二个了 岳鸣实在看不下这篇 吹捧书潑的报导 他很生气地说 哼 这些媒体真的太会吹水了 将那个书潑吹到天上有地下无 好像神一样 之前他们都没有这样吹过魏先生 要知道这个书潑才出现了几天 但艺人母就很不舍地说了 我华知道他是人还是神 如果他是神就最好了 岳鸣忽然想起什么 你是想说 如果他是神的话 那我们就做那个打败神的人 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的座右鸣 所以岳鸣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去见这个书波神探 嗨 各位听友 欢迎你收听奇珍异言 我是英哥有声 是这本书的后期之日 这期五部价要预备 下一期更精彩 多谢你们的支持 第186集 东坡偵探事务所 今天正式挂牌开张 一间豆丁这么小的偵探事务所开张 但就请了成都各级重要的媒体人士 还有四川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廖帆 以及公安厅直属重案组第一支队的队长 赵军 以及其他队员前来参观展彩 豆腐润这么小的偵探事务所 哪可以容纳得这么多人呢? 而这个偵探事务所的所长 书伯 就特意在事务所的所在地 角度中央商贸大厦的门口 就搭起一个场地 用来开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 廖帆 赵军 书伯三个人兵排而坐 所以来的除了有媒体之外 还有很多是傾慕书伯的人过来 很多未见过书伯本人的人 亦都想来看一下或者八卦一下 这个城市新的英雄到底是生什么 书伯今天穿着整身灰色中山装 她的样子就不英俊的 亦都不高大 甚至年纪都不太小的 在她的面上就可以见到 岁月留下的痕迹 光看那个样子 年龄都应该超过四张东西 书伯现在 背着两只懵猪眼 对着面前的麦克风就说 欢迎大家 来参加我的偵探事务所开业 我书伯先在这里多谢各位 接着来发现的是 是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廖帆 很荣幸 我廖帆可以参加 书大侦探的侦探事务所挂牌仪式 众所周知 书大侦探是我阴点的公安厅认证顾问 它的认证破案能力绝对是顶级的 称它为现代福尔摩斯 可能都不算夸大其词 试问有哪个这么有本事 可以短短几日之内 同时破获十庄震惊成都的大案 在这个时候媒体当中 就有人插口了 那艺人母呢 她的本事又怎样 艺人母 她怎么可以和书大侦探相提并论 要知道 书大侦探 才是我们公安厅承认的认证顾问 而艺人母只是个二打鹿 我就从来都没有认为 她是我们公安厅认证顾问 大家再看看她办案 火车北站爆炸案 港场上面 现在还有爆炸后 留下的大洞痕迹 就算现在的大洞已经被补回 但是痕迹是永远不可以被抹灭的 还有上次她亲自抓那个恐怖犯罪分子 在押送法院审判的途中 那个恐怖犯罪分子逃脱 造成多少人员伤亡 所以艺人母是个失败者 且不要再将她和书大侦探进行对比 这个是对书大侦探的一种侮辱 当廖帆说到艺人母的时候 她的言语措辞和情绪都非常激动 可见她对艺人母的憎恨不是一般 但是艺人母刚才在北京破获了一宗博物馆盗窃案 还帮首都博物馆找回埃及国家的国保 图坦卡蒙的黑卡权杖 这位媒体人依然还不想死心地 帮艺人母玩回一点点眼眠 但这个时候重案组第一支分队的队长 赵军就插话了 请各位记者朋友 不要再提艺人母了 无论艺人母以前或以后破过多少案都好 她令成都受伤这些事是永远都不可以掩盖 否则今天是书先生的偵探事务所挂牌之人 如果你再提和书先生以外的事 那我只能请你离开这里 说完之后那个记者也没有再发问 舒缚刚刚一路听他们对艺人母的争论 而他一直都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等他们大家都不争了 他才说 关于艺人母我想说的是 她的确确是一个不错的偵探 她都曾经为成都这座城市做出了不少贡献 我的出现就很难令到大家立刻就忘记她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忘记艺人母这个人 因为她可以做得到的事 我舒缚也都一样可以做得到 她已经没有价值了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的东坡偵探事务所成立了 大家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 很欢迎来我事务所 我舒缚将会揭尽所能 死而后已 我以公安厅的名义宣布 东坡偵探事务所今天正式成立 以后说东坡偵探事务所所有的行动 都被公安厅视为合法行动 并且事务所谓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公安厅的行为 从今以后 成都的安全环境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廖厅长说完之后 舒缚也跟着站起来说 那现在就请廖厅长和赵队长 和我一起展彩了 这个时候 这两个男人就拿着一条 打横放在他们面前的彩带 之后就有一位穿着很暴露性感的美女 拿着一个托盘 很妖艳地走过来 将托盘里面的剪刀 逐一递给他们三个人 三个人拿着剪刀 对准一条彩带 舒缚就开始数一数 3 2 1 这三个人同时 把剪刀剪下去的时候 周围的炮掌声掌声 就一起响起 冬破偵探事务所 正式投入运营 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女 静悄悄地退出来 这个年轻女 正先为艺人舞 争辩的媒体人 同时 她也是腾讯带成网的记者 她的名字叫五元 五月从刚才 整大帮人群当中 静悄悄就退出来 立刻就被一个 微青木兽的男人拦住了 而五月是认识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就是整天给了五月的 岳明 啊 是 是岳 岳哥啊 五月一望见岳明 就紧张得好像个小孩 偷吃了糖一样 你过来 岳明拉着五月 就走到一条小孩 五月知道跟着 下来 要面对的是什么 所以她整个人 就更加紧张了 果然不出五月所料 在小孩等着她的 是担着烟 黑着臉的 艺人舞 艺人舞很酷地说了 五月 我来问你一件事 艺人舞那句话 都没说完 五月就快解释了 艺先生 那篇报道呢 不是我想这样写的 是我们主篇逼我的 她说如果我不这样写的话 立刻就炒我鱿鱼 我也是为了保住饭碗 才逼不得已这样做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听到五月 一轮嘴说了这么多 艺人舞都整个人牛逗了 什么话 而恶明也笑着说了 嘿嘿 小五呀 你不要那么紧张啦 艺先生并不是在意这些东西 而且刚才 你会为艺先生争辩的 我和艺先生都听到了 我们两个都很感激你的 我不是问你这件事 啊 那 那你想问些什么事啊 艺人舞把说话的语气 就放回慢一点 重新继续说 其实呢 我只是想向你了解一下 五艺的事情啊 五月一听到艺人舞 没有扎乖他 才松了一口气就说 唉 原来艺先生想打听我堂哥的东西啊 之前听堂哥说过 说你们几个好像走得好迈的 哼 是啊 我们关系不错的 但是他走了之后 我们真是很想念他啊 不知道他最近怎样呢 老实说啊 我最近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自从他走了之后啊 我们都没有联络过了 你们两个关系怎样的 五艺住在我家旁边的时候 我很少见到你们来往啊 说真的啊 其实我们的关系 不是很close的 你们两个 不是从小玩到大的 不是 他只不过是我一个 冤防的堂哥而已 嗯 怎么说呢 我大白在我未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成都了 我们两家 一直都没有什么来往的 我啊 还一直都不知道 原来我有个堂哥的 直到前排而已 即是 堂哥认识你们之前呢 有一天他忽然之间找我 还说跟我相认 那时候我才知道 大白已经死了 而我竟然 还多了个堂哥 艺人母好像忽然之间 想通了些什么 就笑起来 但五月又不明白 他在笑什么 就问他 魏莎 你笑什么啊 没事 我只是突然想到 一些很有趣的事而已 什么有趣的事啊 艺人母摸着自己的八字胡桑 就和他解释了 嗯 我只是太想着五毅了 想起和他之前 一些有趣的事情而已 啊 那啊 既然你不知道五毅的下落 那我们就告辞了 啊对了 多谢你刚刚 在媒体前面这么支持我 啊 那艺先生就慢慢走了 我还要赶回公司 那些啊 还要写有关今天的报导材料的 艺人母岳明 和五月分开之后 就和巷仔的另外一边出回来 坐着入停在路边的马沙 一上车岳明就说了 艺先生 看来你之前的猜想没错 五毅的确有些问题 没错啊 现在 甚至连他到底是否叫五毅都不知道啊 说不定 他只不过是冒充五月的堂哥而已 不过这个人 在我们面前办事办了这么久 都没有被我看穿 我都真是挺佩服他啊 所以 他是封神会的人? 十有八九都是啦 既然他已经暴露了身份 这样他以后 应该都不会再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这样说不定啊 畢竟是敌人 他一定会再回来的 只不过下次见面 就不是喝茶吹水那么简单 而是在战场上见 那那个舒佩呢 我们应该怎么对付他啊 对付他? 我们为什么要对付他啊? 他现在还不算是敌人吗? 他都骑到我们的头上了啊 他又不是罪犯? 我们为什么要对付他呢? 埃人母的话 真是点醒了恶明 的确 就算再争他也好 他又不是罪犯 恶明都不应该忘记了 他们本来的工作 埃人母又说 虽然不可以对付他 但是你可以去挑战他啊 挑战他? 好主意 说话说到一半 恶明忽然之间就觉得很不妥了 等等 你是说 我去挑战他? 嗨各位听友 欢迎你收听奇精二岸 我是全开 艺人母今次一定会输给我的 人母 你说是吗? 喂 人母 人母 唉 又不知死在哪 这集播讲完畢 下一集更精彩 多谢你们的支持 再见